今天我們來談談陶瓷貼面 蛀牙 這是患者11跟21有蛀牙 那治療前的時候 患者牙齒的填補物 而且已經有一些變色的痕跡 那所以因為填補了好幾次 這些顏色其實變得非常不均勻 那患者詢問我們到底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比較理想 那我們告知他說 來製作陶瓷貼片可能顏色比較均勻 也比較不容易有脫落或是變色的問題 那在依依這個牙齒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陶瓷貼面 那陶瓷貼面一般所需要的厚度 大概是0.3、0.5、0.8 所以我們盡可能能夠把髮廊紙保留下來 那這是陶瓷貼片 從這個相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 是說這些陶瓷貼片 它是會有一些透光 所以它像一個玻璃一樣的 那治療以後 它的外型與美觀都相當的良好 那這樣呢就可以維持長期的一個美觀 以及功能的穩定